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感谢收看三五大书为您带来的刀塔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2年的TI11国交情赛 这个Liquid对战Secret的比赛是双方BO3第三场决胜局 败者组的决赛谁赢了谁去总决赛打NT 输了的队伍的话呢也不用绝望 因为输了的队伍还是拿到了前三 这样的话呢将可以有一个外卡赛的名额 跟另外11支战队决出两个进入TI正赛的机会 当然了能够争取到在预选赛直接去赢下的是最好的 因为外卡赛的时间只比TI的正赛提前两天 就是结束的时间只比TI的正赛提前两天 所以提前三天啊准确的是三天 因此对于打外卡赛的队伍来说的话 这个TI将会是一个长达20多天的比赛 这个对于选手的体能心情的一个调节 将会是极大的考验 来看一下这场比赛这个阵容 秘密前两手拿出来的是DP加上海民 给Ressolution去拿DP 然后Zaiac的海民 他比较绝活无一也掏出来了 那么Liquid拿出来的是马西加电棍 电棍的话在Liquid的阵容里边 还可以啊还可以 所以谁在决赛等着呢 NT战队 E-N-T-I-T-Y那个战队 那个战队的人其实也都是西欧赛区比较强势的人 而且NT战队在最近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面 他们的状态其实是越来越好的 是大叔你直播的时候没法给你支持 要怎么在你没开播的时候给你支持呢 视频的片尾有打赏方式 其实直播 我现在还没有加这个直播的文字 等有机会吧 回头我有空了 我把那个直播打赏加上 里边Liquid拿出了马桶的德鲁伊 也算是掏出了自己看家本领啊 看家的绝活德鲁伊 那这样的话 电棍应该是交给三号位去打 三号位电棍 德鲁伊 双头龙加马西 那大哥为这样比赛秘密 可以考虑一手小鱼了 大胜也不错 大胜被搬了吗 我看一下 大胜没有被搬 Cresslast的大胜是可以上的 然后小鱼也是可以上的 甚至现在小鱼 是我觉得比较值得推荐的一个C 小鱼这样比赛的话 出装可以考虑 不用出法师克星 可以选择出连击刀 然后直接做A 连击刀加一仗 电棍的拉 只要它吸你攻击力 你就直接跳走了 然后再跳过来就完了 为现在这样比赛 我觉得小鱼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因为虚空被搬了嘛 虚空被搬了 小鱼用来打德鲁伊 效果其实也还不错 大叔是不是现在猫戏中单 普遍疲软 猫戏中单 对 猫戏中单现在普遍都不太强 再和Zayak大叔念的一样 分不清了 那没事 那没事 因为其实我经常也会念错 所以你分不清也是好事 这样的话你意识不到我念错 认真了 马桶的德鲁伊 马桶的德鲁伊算是他们的绝活英雄吧 这个其实说是认真也可以 说是绝活没有别的战术也可以 果然是拿出了一个大胜 秘密在这种局 大概率应该就是给Cressless 去打一个一号位的大胜 如果他胆子大一点的话 小鱼其实比大胜更适合这样的比赛 因为大胜被电棍吸攻击力以后 是没有解决方案的 但是小鱼有 然后对方其他的大哥位的话 小鱼跟大胜打起来也差不多 但是小鱼这个版本 他比大胜的也 从现在起 他们都叫钢背兽了 上次您不是还说紫猫很强吗 紫猫这个版本在面对 我上次说的是紫猫在面对 对方主要输出来自于平A的阵容的时候 紫猫很强 你要注意我家的这个前缀 不要把前缀给去掉 会不会是海民中单 海民中单不太可能 秘密应该不会在这种局 在中单的这个位置上 整这样的活 而且上一场比赛 他们的4号位 海民打得很不错 所以应该会延续他的一个状态 立刻的最后两手的搬人很有意思 他们搬掉的是TA和船长 然而这场比赛秘密会拿卡尔 他们绑了船长 没有绑卡尔 这个应该是这场比赛 我现在大胆预言一下 他们自己搬掉了TA 没有搬卡尔 那这场比赛卡尔拿出来 应该会是Liquid在BP上面 最大最大最大的一个败笔 没有之一 我进错比赛了 进错比赛了 大家这个重新进一下 进错比赛 那这个重担就应该是 那个什么了 他如果不拿卡尔的话 将比赛秘密 哎呀 我现在思路已经完全断了呀 就怎么办 思路被他们给我玩断了 血魔已经搬掉了 血魔搬掉了的情况下 拿了十零件是帕克 他们自己搬了 然后自己把卡尔给搬了 我刚才想的是 还有一个中单 妮莎会选 莉娜这两个比赛 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 妮莎选个莉娜出来 这两个比赛 三号位DP 搭各位的大胜 然后加一个三号位 妮娜是没问题的 无视技能免疫的 有点少 但是现在好像也处理不了 飘一点的话 可以打一个中单的冰龙 但是我觉得秘密的BP风格 应该没有那么飘 如果是TE战队的话 最后一手 就现在这个阵容 TE战队 绝对会拿一个中单冰龙虎了 秘密这边 果然是选择拿了一个 更稳妥的英雄 妮莎的水仁 妮莎的中单水仁 其实近期打的数量 不算特别多 我们见的最多的中单水仁 现在应该就是 Tobson的 Tobson的中单水仁 这不是秘密已经没了 尼莎的水仁 加上克斯拉斯大圣 加Resolution的DP PiB的无一 这场比赛 如果比赛打的时间足够长 就是能够打到 45分钟或者50分钟以后的话 那么这张比赛秘密 应该是随便赢 大概率是随便赢 我觉得是 然后说一点原因 原因其实也非常简单 因为这张比赛秘密 这个阵容肉眼可见的 钱不够分 所以需要时间来去拖 只要你时间够长 两边拖的时间够长 那我这几个人的钱就会有 所以这场比赛 这个阵容就变得 利亏的这个阵容 是一个推进很强的阵容 德鲁伊电棍 加上双头龙 这些都是推进很强的英雄 他们这边前期 如果拿到优势 就赶紧推 能推掉对手就赢了 如果推不掉对手的话 拖到时间比较长 那就完蛋了 当然也注意不能养怪物 这场比赛如果利亏的前期 拿不到优势 然后再养个怪物出来的话 那就更感到 冰龙早就搬了是吗 我没看见 对不起 冰龙我没看见 被搬了 感谢炒蛋与饭 折兽光环老板 两位老板赠送的好多个能牌 谢谢两位老板支持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双方的实战表现 你行你行你上你上 这场比赛因为有拍比将的巫医存在 所以这个比赛 在巫医有了魔精之后 他的巫医是可以作为一个前排吃伤外的人的 就是他只要巫医不死 第一波不死就没问题 这边大胜溜达过来以后 两边呢在中路撞了个雾 但是都没有动手 这两个阵容要想在游戏前期完成 对对方的击杀的话 一边海民必须在 另外一边马西必须在 莉娜和冰龙都被搬了是吗 好吧那就是我没看见 我在BP的时候可能 没注意到 没注意到 这个大家见谅是吧 大家多多自我批评 BP前中期的抗压能力 现在应该是全刀台首去一指的 最强的英雄没有之一 这块看看踩一条抢足漂亮 但是诅咒被给上以后呢 这一顿合击大胜就再敲一棒子 这也杀不掉了 这个伤也不够 这波有点可惜啊 马西这边吃掉的一个先灵火 还是吃的非常及时的 这个先灵火如果不吃的话 肯定是应该是没了 因为巫医的那个伤害 就是如果你能买回来的话 那巫医的后续伤害就没有了 他说Madewan有机会重回赛场了 Madewan他本来也在赛场啊 他并没有离开赛场啊 雪儿这场比赛能够变对手的英雄 技能还是蛮多的 像变成这个双头龙 有一手冰墙变成电棍的话 有等力磁场吸攻击力 变成穿战甲的话拍地板和戳 尤其是变穿战甲 这个技能会非常好使 然后变成马西也不错 变成马西的话 过肩摔加灯墙跳 都是能秀起来的东西 如果这样比赛是Topsin的水人的话 我可以大胆预言将比赛这个水人会秀到飞起 但是说实话 Nisha的水人没有那么秀 Nisha的水人他属于是打的比较扎实的那种类型 他一定可以利用变身打出效果 但是绝对不会像Topsin玩的那么花手 这边好像出现了一些bug 重连了一下 好像说要重连一下 你行你行你上你上 我以为大师想说Nisha比较猛 Nisha确实比Topsin猛 所以Nisha在就是打比赛的时候 你只要队友能够跟他配合好了 他跟那个谁不一样 他的风格和这个Topsin完全不一样 Topsin是收割的风格 他是收割型选手 Nisha是一个非常扎实的这种 正面型选手 所以就是这两个人 他在游戏风格上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Topsin更加强调的是切入 追杀和这个 就是单杀和秀操作这方面 Nisha的话他更加适合去 就是绝对打比赛 然后你把它作为一个非常可靠的 这么一个中单的这么一个点 当然不是说Topsin不可靠 Topsin也很可靠 但是你在使用他的时候 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 Nisha现在在中路 跟对方的这个穿战甲 两个人是被对方在补刀方面玩爆了 雪人目前就5-1 对方现在是必须有4个反补 7-4 8-4 这个Nisha的雪人在中路 被米开的穿战甲真的打得好能受 已经用遍地攻击去捕刀了 这波看一下 Papi这个威之 又死了 这个Papi 这波Papi被带走以后 Cressless是能不能诅咒死的 这篇小宋野 但是不可能 刚才那个雪亮宋野是完全没可能的 你需要等这个乌依的那个伤害跳一下 然后再去送野才有可能 如果乌依那一跳没跳死的话 那送野是有机会的 在补刀方面的话 Liquid三线占优 秘密这场比赛 这个阵容的话 前击的对线确确实实 是需要 波浪形弹走一下 再拍地板 Nisha这边开始转属性 没有技能能再击杀了 这样啊 Nisha中路这波活下来 活下来的话 转血都是需要稍微注意一点点 要不然的话压力会比较大 DP在下路现在跟对方的 德鲁伊加双龙龙的对线呢 没打过 海民加DP的这个二人组 需要拿对方的这个双龙龙去开刀 你不能去跟德鲁伊的那个小熊去较劲 这块海民一个冰枪 这个冰枪把自己给截住了 这个有点尴尬了呀 海民这个冰枪放完了以后 也是自己打了一个掌地 嘿嘿嘿嘿 他说分区绑医了 啊 我又分区绑医了吗 果然其他人现在都睡了 又到了我强势的时候 下路这里 烧猫龙给上一个冰火交加 烧一下 烧猫龙开始吸血 能吸过来吗 再吃个先灵火 还是要死 漂亮 下路这块马桶 德路伊直接过来一个 本体打死了对手 看看这里诅咒给上 天棍追死对方的巫医 能吗 好像还没有追死 Cressless再A到一下就可以杀了 哎呦还是不行 还是不行 还是伤害不够 差了一点 这样Cressless追着对方的电格 打个被动出来 然后再A你一下 这个进塔了 秘密到点 到点不至于啊 不至于 这场比赛 Liquid这个战绒前期 如果打不出来优势 但如果他不能打成这样 其实我现在觉得 他们的优势还有点小 他们这场比赛 就是前期需要打出来 很大的优势 才有可能赢 秘密这个战绒 突出一个前期弱 前期这个战绒弱 然后钱不够分 刷钱的人还很多 你如果让秘密这个战绒 前期打出来优势 那才真的是有问题 这块过肩摔 然后再加上一个灯墙跳 把你的TB给你吓跑 然后下路这边 因三念又是带走了 对方的一个海民 又是一个灵魂2 上路一个下路一个 中路水人跟米开 对着拼了一波 我这波也是拼的 两个人都是拼到了一个极限 但是两个人都没有死 大师这么一说 我感觉秘密没了 不至于的呀 哪那么容易呢 哪那么容易奶死啊 再说了 现在水人的经济 跟大圣的经济 只是略微落后一点点 仅此而已 DP的经济 现在落后的也不是很多 怎么可能那么快就没了 这关烧弄龙 回车 给上一个冰火墙加 然后这里海民给冰墙 截一下 DP过来 吸着血 漂亮 最后这里拿到一个人头 这样追到了5比2 团队经济方面的话 现在还很超了 这平凡球 给上 诅咒给上 大声追蕾 还差两下 一个国家摔 救一下 可以 这波再没不会死 还能再反杀一下 对方的乌依 干得漂亮 我感觉这场比赛 DP这样的乌依 打得有点 就是稍微有点心急了 一个玩家 在用某一个英雄 用的一段时间 手分很顺以后 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就是他会突然间 开始打得莫名其妙的心急 就是他总觉得 我这个波能当 能去把你击杀了 但其实乌依 这个英雄 在游戏前期 尤其是在配合的时候 是一个大圣 这个英雄的情况下 伤害是不够的 如果你要配大圣 在前期 想谋求一个击杀的话 比较好的选择 是大圣主加上树 然后呢 你的乒乓球 加诅咒打先手 大圣的树砸下来 那一下的伤害 再加平A 才能凑够 如果靠的是 大圣的平A 加大棒的抽 大棒的抽那件 还没有被动的话 你这个诅咒的伤害 其实很难完成击杀 再加上现在 诅咒的等级太低了 这块爬皮匠干扰一下对方的拉野 还是拉过去了一个 还是拉过去了一个 中路现在经济来看的话 穿战甲其实是不如水人的 然后呢 大胜的经济现在比对方的穿战甲稍微多丢丢点点 两三个不刀 看一下这里 给上一个乒乓球 救一下大圣 直接开大反打 诅咒给上 最后这一棒子抽出来 就是不死 最后还是被对方 再美拿到了 先拿到这个人头 穿战甲开车 海明直接被撞到了下面 水人也支援到了正面战场 那么海明这个位置稍微有点尴尬 而且所有的技能都在CD 科达要克服了一点血 穿战甲的车到时间了 而且他没有多少蓝 这个地方对方想杀的是一个 哦 这个马西灯强调上去 想杀对方的无依 海明的雪球放得非常好 但是穿战甲这一个戳一吞三 再加一个拍地板 双头龙先拿到了对方海明的人头 妮莎则是击杀到了Boxy 妮莎应该两个人就是追着 然后往中路 这里大胜运气不错 空到了一个加速神符 追着开始 一棒子抽上去 再追 水人遍体攻击 拿到人头 nice 这波打完了以后 团队精力马上要反抄了 上要反抄了 德鲁伊现在的经济继续保持着一个无解肥 但是问题在于这辆比赛 德鲁伊的无解肥 不是很容易达成一个 不是特别容易去达成快速的能够去推进对手 因为毕竟德鲁伊现在的出装 他还是以一个打架为主的出装 太难了 一边是我心爱的捅 一边是我心爱的蜜 其实不要紧 因为这场比赛 你两支战队谁赢了 上去打NT战队 其实希望都不打 然后两支队威琪携手去打外卡 这个是最大的概率 凯明这边滚上来以后 诅咒给上大胜一棒子 但是还是没有攻击力 DT赶上来以后 吸血加上一个风群 这边电棍 我的天哪 在没这个电棍这场比赛真的是拼 每次他能够在被击杀之前 能够拼掉对方一些英雄 中国这块看看穿射甲 这里波浪 这一个戳直接走掉 水石波浪形态跟变体攻击都已经用过了 还有海选吗 没有海选的呀 肯定没有海选的呀 意思就是波三白打 也不至于白打 这个波三上去以后 至少能在多达两场比赛嘛 对吧 多达两场比赛 积累一些比赛经验 仔细看看自己到底是怎么被NT暴打的 里边Nisha开始转属性 穿射甲这边开一拨车 不过Nisha这边因为提前开了转属 所以你也击杀不掉 伤害不够 人都是10比6 现在力快了领先这四个人头 但是团队经济并没有优势 好消息是对方的巫医并不肥 哈比江现在还不肥 这两支战队有机会从外卡游出来吗 有机会 这两支战队从硬实力来讲的话都不弱 所以有机会 看一下这里海绵 先手上水着波浪形态上去 然后再加两个平A 完成击杀 只有一个穿战甲的话救不下来 而且这个穿战甲并没有车 燕棍过来等离子场 开大 但是没摸到人啊 这个大招白开了 另外一则DP这关开着吸血 过去摔一下 吸攻击力给伤却 再加一个灯墙跳 能不能击杀掉 好的 这波穿战甲过来给了一个戳 水着现在波浪形态上来A了两下 但是对方电棍的这个大招 哦海民的这个冰墙放的非常nice 可是没有人 这关海民变成雪球 变成水着给一个等离子场 变成电棍的等离子场 伤害还是不够 差了一点 尼莎这里再给一个变体攻击 还是差一下 太难受了 冰墙给上 加上一个大招 但是尼莎提前开启了转属性 这边手速还是非常的快 再给一个冰火交加 再追着烧 不过伤害不够了 这波伤害不够了 好家伙还没下班 今天欧洲去得到几点啊 刚过来啊 你看看 这是败者组决赛 总决赛比欧无态还没有可以打 今天西欧赛区估计打完以后肯定是到早人了 总决赛还没有开始 外卡赛晋级两个队伍 12支战队争夺两个命额 现在德鲁伊的经济全场第一 6100领先对方的水人1000块 大剩4400 DP的经济这场比赛比较一般 主要其实倒不是说这场比赛 Secret是谁刷的慢的问题 是因为他这哥几个都要钱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巫医的经济 巫医的经济现在开始跟其他的酱油拉开差距了 这说明他已经开始去找地刷钱了 你知道吧 看一下补刀术 巫医现在的补刀术 你看巫医25个补刀 电棍才50个 巫医是电棍的一半 他作为一个酱油味 他现在有一半的补刀 但是趴比江洞这个巫医呢 他能打出效果来 对吧 他虽然要了很多钱 但是他打出来的团战输出 一点都不比大哥少 这个就没问题 外卡赛12个才要两个 两个我觉得就已经够多的了 强队人家都直腰了 稍微弱一点的强队 人家预选赛都出现了 对不对 你剩下的队伍 这不就是实力不行吗 DI这种级别的比赛 弄一堆实力不行的队伍进去 其实也不一定是好事 当然还有一些队伍不是实力不行 是运气不好 运气差了一点 好 这边海民过来 杀掉对方两只小鸡啊 这波海民血转 对方是派了两个小鸡进来去开视野 结果没想到被对方的海民全给打死 现在德鲁伊的经济6600 但是另外两个大哥位的这个作战能力 暂时还没有达到第一个巅峰期 第一个巅峰期是电棍的BKB 加上穿战甲的散尸 第一个小巅峰期快来了 不过Liquid照着这个节奏打的话 这张比赛其实并不好 因为他们现在团队经济没优势 然后人多数领先的很虚假 防御塔也没有优势 防御塔姑且算是有一点优势吧 北美南美完全是鱼啊 抢天爱名额 北美战队拿过一个没准的亚军吧 我记得我没记错的话 但是这块中路的伊塔打掉 但是小狗熊被DP直接开始吸血 然后A掉拿到一个300块 这样的话DP的经济一下就反超了 对方的电棍和穿战甲来到了全场第四 南美赛区的这个赛区 我跟大家说不要小看这个赛区 这个赛区虽然他们现在的实力 整体实力还不够强 但是南美赛区是一个玩家人数正在增加的一个赛区 就是说他们的未来可能会很厉害 看看海民过来一拳弄飞 然后术师这边 巫医啊 不是术师 巫医这边给人一个诅咒 大招插出来 大胜一棒走 去这个伤害 拉满又是一个乒乓球弹过来 那这样的话 瞬间完成一波零换二 那利快的掌比赛要这么打的话 要恶性循环了 主动的进攻拿不到优势 然后现在的主要的优势来自于推掉了对方的三座防御塔 而对方只推掉了他们的一座 可是在领先两个防御塔两个人头的情况下 他们的团队经济反而落后了两千家 这个问题就非常大了 也就是说他们现在的人头数是实实在在的伪优 这场比赛先跟咱们直播间的观众议告一下 这场比赛结束以后 我得去煮个方面吃 饿了 饿的不行了已经 他说你买件T恤 上面写上我爱雪碧 我直接写上Sperry的冠军不就完了吗 让大婶给你煮方面面 这已经很晚了 媳妇早睡了 这边留住海明 海明能来得及便雪球拖时间吗 好像可以 漂亮 那这边海明转了 海明虽然没有挑刀能逃生 但是他的这个雪球拖时间已经很成功了 这里冰桥截一下 哦 米开这里是一个戳戳到前面 不过对方并没有反打的意思 这边要是反打的话 石林箭矢其实挺危险 他的戳直接戳前了 而且回不来 小家伙保罗老板 你这个口味太重了 感谢此间莫毒老板的幸运之药 发呆的小夜神老板的幸运之药 谢谢两位老板 感谢完全战斗 完全体战斗黄奔机的小花花 正面这波马西上来 留住巫医很关键 可是巫医有魔精了呀 巫医的这个魔精吃人了 这波 这巫医在站起来以后又放大 打了一点点的出戳 大胜这个打热给出来 和穿人甲直接开车 nice 带走一个 而且德鲁伊也及时的撤出去了 这个位置德鲁伊给上一个吼 然后再加穿人甲 回来的车撞一下 nice这里变成了电棍 给一个等力四场 大胜再往前砸 带走对方叉动龙 然后巫医波浪形态上来以后 想杀对方的电棍 没有找到 只能先A死对方的德鲁伊小熊 再给一个等力四场 一个遍地攻击 不过巫医没拦了 巫医完全没有拦了 这波不能再上了 那海民加叉动龙 两个人都选到了买活 巫医也选到了买活 这波团战秘密亏了 亏了大概一千块钱 整个团战下来亏了一千块钱 不过大哥位都没有死 而且顺利的收割到了一些人头 所以现在秘密在团队经济方面 领先优势还是有 大哥位的经济 又是进一步靠近了对手的德鲁伊 巫医的经济已经来到了四千五百块 补刀数是更是高达五十四 他一直保持着对方电棍一半的这个正补数 而且德鲁伊 而且这个巫医 如果你继续让他这部出装被出来了的话 就更难处理了 他现在手里边是正在出推推 而且推推前卡的不多了 巫医变成棒子是三秒钟 上个版本是两秒 后来加强了一波加强到三秒 经济优势全靠PPY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帕比将没有去刷那些钱的话 那他的大哥会去刷 所以并不是说经济优势全靠PPY 而是说PV他们把这个优势的经济分配给的一部分到PPY身上 只是这边已经是拿到了A杖 拿到A杖的话 他现在变 还变电棍吗 还变电棍的收益就没有了呀 只是现在其实团战的时候 我觉得变穿人甲是最好的 看看这波穿人甲 穿人甲这个大招上来 撞到了巫医第一下 巫医 佛经直接变出来 三秒钟正好你走远 走远了以后得了鱼的小熊上来 这里平方球给上诅咒给上 再插一个大招 想给输出没有来得及 对方的小熊这波被打掉了 第一个小熊打掉以后 是巫医加海绵换掉了小熊第一波 对方的电棍还没有开BKB 大招还有一半不到的时间 问题在于秘密 现在他团战的时候 第一时间每次巫医死得有点早 Liquid看来对于 帕帕江的这个巫医还是 有研究 而且非常的针对 知道你的这个巫医不好处理 所以第一时间我要找到你这个巫医 Liquid这个时候过来打肉山 在你巫医被击杀掉以后呢 我过来去打肉山 这个时间开肉山团 秘密确实打不过 少人 而且对方这个这种打肉山的速度会很快 电棍带盾 直接给三号位的再妹带盾了 他们这个肉山盾的分配也是 值分讲究 只能给三号位的 我就和食物 就好像 那边 优优独播 这边 就发了 这是 这样 对 这边 NT为啥这么强 NT为啥 NT就是强 就是单纯的选手的选手实力 今年很强 状态也很好 感谢詹老板的五刀打场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上路这块海民 这个位置被地方吼一嗓子 海民这个地方能不能秒 敢不敢上 敢不敢上 我回他们可能不敢 果然第一波没上 这波跳也没进来 那么水人DP 巫医和这个 大胜都没在 哥几个都在其他路刷前 这个比赛已经进入到秘密的节奏了 就是别看Liquid刚才打赢了一波肉身 但是其实现在这个比赛进入到了秘密的节奏 因为在我大哥也完全不穷的情况下 我现在就是在跟你拿空间换时间 大胜这个大招放出来 没着急放 第二时间放出来 强秒对方德鲁伊的本体 BGP开出来救护下来 德鲁伊的本体被带走了 而且电棍的血量非常低 大招BGP全开了 你第二层兵站起来有啥用啊 没有用了呀 这波大胜砸下来 电棍也直接被秒 完美 这波打完以后 秘密直接把双方团队精力差 拉开到了3000加 看一下海民 给个威之 漂亮 银三年爱的双龙也被带走 零换三加一个盾 感谢 这个詹老板的二十刀打场 谢谢老板 刚刚用那个油管优惠 只能打五刀 多加一点 欢迎大叔回归 你不在的日子很难哦 谢谢老板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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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这块马西往后跳 但是海民没往后走 预判的位置没判断准 反而是让对方大胜支援上来以后 直接给打死了 这个马西 这样的话又白送了一个人头 团队的精力差 瞬间拉开到了5000加 而且大哥位的经济 也是首次实现了 对德鲁伊的本抄 人士的经济现在1320 德鲁伊是13000 大胜也有12700 还有一个非常可怕的消息 就是这个乌依现在6000多块钱 液体在梦游 液体这段时间事实上是 他们其实是意识到了 我说的那个问题 但是他们现在解决不了了 已经 他们这个阵容脱后期 100%打不过 所以他们需要去进攻 但是他们上一波进攻 也没打过 现在他们就不知道该怎么打了 理论上来讲 在遇到这种节奏的时候 就是需要主动进攻的一方 这场比赛这种局势 想要赢的唯一方法是 套这个 唯一的方法是 一套出到某一个关键装 然后呢快速的去跟对方开团 卡对方的关键装大件 这个是唯一的一个获胜的 在这个这种阶段下 唯一的获胜渠道 但对于Liquid来说 现在很难了已经 因为他们前期的优势 都已经被对方打没了 也就是意味着 他们没有条件 去卡对方的大件 打没了 对方的 拉卡德鲁伊 这波过来以后 这波正面团 第一时间秒DP 能不能秒的掉 巫医的这个大招 巫医的这个大招 哦还好 这边巫医的大招没了 巫医大招没了以后 正面电场这块水尸开着BKB 变成了穿战甲 A仗以后的这个开地板 还是很厉害的 这里被打晕了 nice 水尸的波浪形态 cd已经赚好 但是没扛住 瞬间达成一波0换4 哦完美团啊 这波同战打的 哦立块的太nice了 这波完美团 第一时间直接抢秒掉了 对方的DP 而且没有让对手的这边 秘密找到机会去反扑 水尸变成了穿战甲以后上来 结果直接被对方 电锢7的攻击力 对手一顿控制给秒了 这波打完了以后 可以去拆掉对方的一个二塔 要不然打回来了很多 打回来了非常非常多 那现在有点凸 有点缺老板的十个幸运之药 感谢CC 老板的十个恐怖端东台 谢谢支持 专业解说 就是敢于在一方劣势的时候 蒙奶对手 这个不至于啊 这个不至于 这个 就看秘密下一波团战吧 秘密下一波团战 如果再送一波的话 就不好说了 就是再被对方抓一波就不好说了 可是现在魔龙A杖BKB 加上一个假腿 下一个装备 准备做的是冰眼 敏捷跳 这哇 我还想到这边 这边 就跟这个 我可以 这边 看他 没什么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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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不 这边 这边 是 把西也做到了 BKB 咪咪这场比赛 刚才那波团战被打爆了以后 感觉瞬间这个比赛的局势 有点弄不住 马桶这块单人上来 去偷一下你的高级塔 塔房直接开 架落到二塔拔掉以后呢 这里双刀龙发现肉杉已经刷了 看看秘密能不能意识到 这个肉杉的能别 他们手里边现在有扫描 有一把扫描 如果现在扫到的话 还来得及过来 没有用扫描 而且大圣和海民 没有过来的意思呢 打完了 二代肉杉就这么轻易的 送给了对手 在有扫描的情况下 把二代肉杉这么轻易的送给对手的话 有点不太应该啊 讲道理的时候 有点不太应该啊 不准备了 这一波的开屋绕 找了一个对方刚刚打完盾的这么一个时间 开屋去绕 德鲁伊的位置是在外面 这里开屋看到了 棚沃第一时间找到对方的穿战甲 能不能秒的掉 漂亮 秒了 无一的这个大招插的稍微有一点点的浪费 但是还好他还有一个魔晶 电棍吸着对方的这块水是变得电棍 吸着对方小熊的攻击力 后排肉山盾已经被打掉了 然后水是变成电棍以后一直在往后跑 电棍的本体则是被对方另外三个大哥抓住机会完成击杀 水是那边也是成功的全身而退 海民上来以后反打 BP也跟上来给吸血 大招集火对方德鲁伊本体 这个德鲁伊的本体又让扛不住了 漂亮 打掉 大圣再往前追一下 对方呢 在这里杰基洛是利用推推亏了一下对方 但是被给上诅咒 大圣跟上来直接打死 顺便攒出了自己被动的层数 这波团战士海民完成了一波 一换四加一个肉山盾 正面团两支队伍的这个阵容 在这种位置开团 还是差的太多了 战斗力还是差的太多了 上一波团战士发现变对方的海民 变这个穿战甲并不好使 还是选择去变了电棍 另外就是这波团 有点类似于上一波团战的翻版 只不过呢 先手的一方换了 就是被抓的一方换了 上一波团战之所以秘密直接被对方打死 是因为第一时间被对方秒掉了DP 而这一波团战的话 是液体直接被秒掉了一个 呃 秒掉了一个穿战甲 海民等于上去以后 直接一个跳刀大拳头 把对方穿战甲大招给断了 断完了以后 对手跟上来一套爆发就秒了 没有救人的点 这边又是暂停了一套游戏啊 暂停了一套游戏 好像还是网络有一些问题 对手跟上一套游戏 这波打完以后人都说20 3比20 秘密领先着3000加的一个团队警戒 随时在出完了身上的装备以后 现在冰眼应该快做出来了 冰眼差的钱不多了 DP身上应该是做了个冰甲加宝石 大圣暗灭冰眼 BKB连击刀假腿 加上一个大毒球 下一个装备准备买魔精 魔精现在对于大圣来说 是个必备品 这个东西确实很好用 巫衣是跳刀推推 然后拿了一个通灵头戴 你说通灵头戴这个东西就很离谱 围切尔之眼这个玩意 减20%的最大魔法值 然后加125的施法距离 通灵头戴是加15%的智力 然后加110%距离 这么一对比的话 围切尔之眼那道具简直就没法要 虽然是二级对三级 但是这个差距确实有点太大了 早上锻炼遛狗做饭 加班结束了才1比1 秘密这个阵容不怕拖 他们其实并不怕 离贵的跟他们拖 离贵的愿意拖就拖 他们这个阵容越拖越厉害 你电关的位置是暴露了的 电关的位置是暴露了的 先手上大胜 直接找到德鲁伊的本体 但是没有开BKB 被对方给哄回去了 第二时间过来再打 穿上甲直接开车撞上来 大胜的大招开起来以后 没留住对方任何人 水人在另外一侧 吸着对方电关的攻击力 拿冰眼直接碾死 漂亮 然后冰眼又粘住了米开 米开这块开启了自己一个魔晶技能 往回撤一下 现在正面战场打成了一个二换一 这边乌一选择了买活 乌一选择了买活 乌一买活以后 这个赶来战场的速度好快 但是这拨打完了以后 秘密 感觉好像还是有点灰 感谢宝博老板的石头打赏 我想吃方便 好热 谢谢老板 感谢阿喵大石头打赏 大叔点个外卖 谢谢阿喵 谢谢阿喵 外卖我就不点了 外卖下回点 阿喵 喵掉的这个外卖钱我下次点 今天不点了 今天待会吃个泡面 待会煮一个白酱泡泡面面吃 还没想好吃哪个味的 我家里有三个味的吧 还是四个味的 那边又断了 这连接又断了 白酱什么味好吃 讲道理 白酱我吃到目前为止 没吃到哪个不好吃的 我觉得白酱的方面确实做的都挺好吃的 他的反正他的什么 就是各种味道 他的辣的那个方便面 我觉得从味道上来讲 不如康师傅的那个香辣牛肉面 但是他不辣的那几个面的味道 都非常不错 感谢老板 我感谢老板 五块微信打赏 谢谢老板 香辣牛肉赶不上康师傅 确实 我觉得 就是辣的这个方面 白酱的味道没有康师傅的好 但是其他的方面都挺好吃 把唱五块给他收买个鸡蛋 谢谢老板 好家伙 五块钱的鸡蛋 两个队文斗了一波 但是因为我看不太懂 所以我就不给大家翻译了 是吧 那时候 可以做一区大圣的全英雄攻略吗 大圣的全英雄攻略 我找找吧 到时候看一看 主要是大圣这个英雄 他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没有特别多的技巧可言 而且这个英雄作为大哥位的话 通常情况下 其实并不可靠 大多数情况都不可靠 他需要23号位的输出 都很高的情况下 他才能够体现出来效果 或者我换一个说本吧 就是他一定要有队友能帮他去吃第一波伤害 或者他一定要有队友能够去分散对方的注意力 如果他作为对方主要的一个集火对象的话 他的伤害来的太慢了 他的生存是需要时间 然后他的这个伤害来的太慢 然后他本体的这个结实程度 也需要他把大招放出来 然后还得期待对方在他的大招里面跟他队A 这个英雄他使用起来的话 就是要求比较苛刻 他属于是那种有队友能跟他配合 他很厉害 但没队友配合 他特别弱的那种carry 大叔可以预测一下今年TI老陈的搬选率 今年老陈的TI搬选率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90%以上 90%以上 打赏多少钱大叔能给我煮碗面 还有这种奇怪的要求 你来你来老陈族 还说能做一期带泽的吗 带泽这个英雄现在这个版本不太推荐 就是打正常比赛的话不太推荐 这个版本如果你想用那种奶妈型土著 最强的英雄就是全能骑士 没有之一 秘密现在地图的视野来看的话 是在河道和对方家烈士路也去高台 但是优势路对方的优势路里边呢 是没有视野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 对方是把视野做在了优势路 秘密的进攻方向应该主要是 瞄准对方烈士路去进攻 但是瞄准对方烈士路进攻的话 你是需要有人在对方的优势路骗一下 假装我这个地方有人 然后把你的人挤到烈士路去 然后我这个时候再去开悟抓你烈士路的人 会更好一点 谢谢老板的38港币打赏 谢谢老板 这个时候秘密选择是仗着上路的视野更好 选择过来打烈士山 这个是三代烈士山了 刷新球碎片 刷新球碎片的话 大胜拿和水人拿都是可以的 大胜自己里边也做了一仗 嗯 也做了一仗 刷新球碎片果然是给到了大胜 那看一下这个地方 秘密这个时候是刚刚拿到了烈士山盾 大胜在上树 哎 发现对方一个双头龙直接BKB开起来 但是被对方打晕了 大招开不出来 有点尴尬 马西直接冲脸 秒掉你的海民 漂亮 大胜的一个大招其实开的有点没价值了 妮莎往前追 对方又是一个BKB的TP 漂亮 雷贵的这波讨战 真是截了太成功了 在双头龙被对方第一时间先手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双头龙没有死不说 还打掉了对手的一个海民 马西这个英雄作为一个四号位 在拥有了BKB加上晕垂以后 去杀对手的酱油实在太好 马西这个英雄真的这个版本尽量不要放 这个英雄太厉害了 而且马西这个英雄是你真的往后拖着拖着 你会发现他可以单挑你大哥 前期马西是一个游走的点 然后当他在有BKB以后呢 他可以去单杀你的酱油 但是当他在有了晕垂加BKB 加一个比较高的等级以后 他可以去跟你大哥一对一 这个就比较要命 FirstLess这个时候是在这个地方在浪 在准备给自己的队友去拖一拖机会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动作 其实风险是很大的 这个动作风险非常大 因为他的BKB时间有点久 他有可能会站起来以后 然后没有第二个 没有BKB 就第二条命站起来没BKB 然后让对方直接把他摁死 他要重挤了FPS草地 刚才那段时间FPS草地是没办法的 设备受限现在用的是个笔记本 而且是一个20系显卡的笔记本 这关小熊的吼 吼的位置很关键 这个吼很关键 直接把大圣之在空中给吼回去了 刚才DP过来 有没有控制 哦漂亮 这个冰王球给的不错 冰墙给的更好 留住了对手 大圣过来 大招开 然后马西一个过节身救一下 还行 结果把德鲁伊的本体给救下来了 小熊是被打掉了 那么赶紧招第二头 本体好在是没死 捡回一条命 那么秘密这波的主动进攻抓人 技能交度有点多 要适当的往回稍微撤一撤 大圣的下一个BKB和大招 都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 那理论上来讲 他们其实现在可以继续去压着对方打 因为大圣手里还有盾 站起来以后 代表就是吃刷新 再刷第二个BKB和大招就完了 哦看一下这一波 这一波海民丢了一个冰墙 不过传染点并没有沿着右侧的方向走 偶尔是选择往下走的 德鲁伊的小熊还有更新装备的空间吗 有 哦 德鲁伊的小熊现在身上还有一个大毒球没有换 小熊现在有五风长剑 这个装备确实很奢侈 不过这个比赛就像开局BP 我说的那样 就是到现在我也还是觉得再这么打击的话 秘密会越来越好打 这边追着对方的DP 但是你追DP追成这个位置的话 就有点不科学了呀 你这个电锅 哪有这么追的呀 你这么追的话不是把自己给卖了 乌一被描 乌一直接选择买活 正面那场看一下 强杀对方大圣 大圣交流了山顿以后 水而波浪形态开始往前赶人 挡着自己的队友复活 顺便收掉你的一个酱油 然后这边DP开始吸血 开始BKB 又被打了一个卫动员 海滨直接利用雪球救下来 反打成功 这一波马桶被对方的水仁 拿平面黏住 这里一个大推 推断以后大圣再下来 米开开启了自己的一个魔跤 但直接被对手摁死 在这个地方跑不掉 德鲁伊的本帖也被击杀掉 那么这一波打完了以后 尼莎的水仁直接完成三杀 直接完成一个双杀 电棍买活 对方的DP这波也是被击杀掉 但是DP也选择了买活 DP买活回来以后 山上带了一个奶酪 而大圣则是直接把自己的刷 安全随便吃掉 现在手里边有BKB 有大招 你就是买活 我也可以继续打你 十零剑是选择了买活 然后过来戳一下 现在这场比赛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已经结束了 可以说 大圣这个位置在前面 主要是输出点太多了 这个蜜 其实液体这个团战 他虽然打输了 跟电棍的这个绕后 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不得不说的就是 你绕不绕后 这个正面团 其实你都打不过 你需要处理的点太多了 你第一时间不去把 数损 把这个乌一秒了的话 乌一就是个打个尾 这波 看一下这个大圣 能不能秒得掉 大圣这边BKB开出来 大晕锤晕一下 但是没有后续伤害 还是大圣这里 直接利用魔精的 一个大棒子回去 那水人在前面 挨了对方一顿毒打 看看有没有后续的控制 能不能接上过肩摔 水人还是波浪形态 加BKB撤出来了 那没机会了 少了一个德鲁伊的输出 德鲁伊如果没死的话 这波应该是能打死对方 两个大格位都没问题 其实跟这个再妹的电棱 你说上一波团战 就上一波团战 你说跟再妹有没有关系 这个肯定是有直接关系的 但是讲道理的说 再妹上一波团战 无非就是加速了自己 两路高低被破的这个进程 你说他不去送那一波 利亏了就能打赢吗 也不行 他们这个阵容的输出点太少了 就是能够产生巨大威胁的 输出点太少了 现在他们这个阵容里边 最大威胁的只有两个人 一个人是马西 一个人是德鲁伊 因为其他的人都不具备快速 去击杀对手英雄的一个能力 这块双龙上来 插了一个眼 想要拿自己的命过来 去开一开视野 顺便吸引一下对方的注意力 因为反正有满活 秘密这场比赛的这个阵容 海民你第一时间不想杀的 但是海民最常见是站在第一个 你不杀的你感觉亏 你杀的也亏 然后巫一你必须第一时间去处理掉 你不把巫一第一时间处理掉 他的输出可能比大哥还猛 然后DP这边在开始来 要冲你脸 你杀的你不杀的 他就玩了命的撑你脸 水人这边你想杀的又不好杀 然后大胜的话呢 你看见他的时候 大多数时候他是开始大招开始BKB 所以就这个阵容对于秘密来说的话 他们的后期输出点太过于丰富了 输出的类型也太多了 要技能输出 有技能输出 有控制 有无视魔免控 反观为什么说这两比赛 现在Liquid他威胁最大的只有德鲁伊和马西 因为马西的输出是无视技能免疫的 而且他可以对点目标形成一个爆发 德鲁伊可以配合他的爆发 然后双头龙全是持续伤害 电棍的伤害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能打出来 穿战甲的伤害不光是需要很长时间 能打出来 他甚至很难对一个目标 形成持续的伤害 所以这个阵容你在前期 如果不能结束比赛的话 拖到后期 你的这个伤害有效性跟对方比 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后面不是还有总决赛 大叔还拨吗 拨呀 大叔你是不是不是最高画质 这树样子好怪 就是那个阴影 我把阴影开低了一点 因为我这个拿笔记本拨的 开太高了 有点接不住 还好大叔没拨东南亚 确实 这一波立溃的开悟出来 这个应该是 就是使出自己浑身泄出的一波了 准备跟对方拼命了一波了 可是现在大推推加A杖 然后山上带了个恢复神符 准备下一个装备出的应该是蝴蝶吧 5600块钱 现在的水人因为确实不出这个蓄定刀 所以我感觉应该出的是蝴蝶 敏捷跳 敏捷跳 对对对 我看错了 敏捷跳 他山上有一把跳刀 那应该是敏捷跳 这只能赢一手偷家了吧 没机会 他们这个阵容不支持他们偷家 因为偷家的话需要独立于违仗 但是对方现在可以强拆 我直接秒你的穿战甲 第一时间没秒掉 那这个有点问题了 看一下无一的技能 海民自己直接被对方反杀了 无一的大招插出来以后 这里开绿杖 踩了一下对方双龙龙大招 这波没秒掉 有点尴尬 还是想投入的兵力太少了 他们没舍得把所有的人都扔上来 都扔上来的话 这波秒是肯定能秒 只不过秒完了以后可能阵型太差 还是求稳了一波 然后秘密选择是跟肉山这个地方 过来逼对方在这儿开团 无一身上做了一个永生之盘 大圣手里现在身上的装备 鹰眼大炮暗灭 DKB A杖假腿 下一个装备准备去出的是 直接要吃A杖了 吃A杖出发心 大圣这块提前把大招放出来 提前大招放出来以后 就是逼着你过来跟我开团 看你敢不敢过来抢 不敢抢 那小熊别送 对小熊别送 这个肉山打完了以后 A杖吃掉给谁吃呢 这个A杖刷一球随便应该还是给大圣 那A杖的话 现在比较好的选择应该是给海明 给海明应该是最好的 给海明的话 海明就不用再跳上去给大拳头了 果然是给海明吃 海明就可以跳上去后 把对方踢回来 然后直接接一个空中的雪球 推推水人有什么讲究吗 推推水人是为了打对方的电棍用 大推推水人打对方电棍用 海明的这个A杖还一直没舍得吃 是为什么呀 你这个东西放在包里没用的 老兄 你这个东西得吃 不吃是为什么呢 俩奶酪加一个肉山给了A杖 都不吃 你这个队伍里边没有别人需要A杖了呀 只有DP 你他现在需要这个A了 但是DP要么你就直接给无一 对吧 你就痛快一点 你直接给无一也行 还是给吃了 要么你就直接给无一也行 好 看一下这一波海明永生之盘出来 但是对方有否决 还是把海明给秒了 这个 这种时候就不要让海明在前面卖了 你明明有时候山顿的 你有洛杉顿大哥 你可以在前面卖 这种时候不要让没有买活的海明卖啊 海明上来带着俩奶酪呢 这叫博取关注度 有道理啊 给自己 给自己加镜头 是个战术 这个时候海明没有买活 秘密把对方还是压在这个高地下面 我发现最近的比赛经常出现这种经济领先个三四万 上不了高地这种情况 这里大棒子给出来的 有后续控吗 没有海明的话缺个高 缺个控 没有海明在 这个大招放的太草率了 不过好在米开的车也开了 米开的车也开了的话 但是现在这是个25级的海明啊 这个穿甲 25级的穿甲不在乎的 大招随便放 CD马上就赚好了 不会又60分钟吧 这场比赛肯定60分钟了 现在秘密海明复活了 就已经53分钟了 海明复活了以后呢 肉山盾又只剩下大概一分多钟的一分半不到的时间 你又不能拿肉山盾再去跟那方开个重点团 这个时候秘密为什么会选择这么打呢 这波不对啊 这个打法 杀对方的小熊杀不掉 这边看一下 无疑也直接开启自己的一张技能 但出来以后绿杀你还是要死啊 这怎么秘密送起来了 秘密这边在偷对方的上路高地 这么大的优势 把战术打成这个样子 这真的 真的大丈夫吗 这水人也 我怎么感觉你们在送啊 老兄 不是 我怎么感觉你们在送呢 秘密 不能这么打呀 这不白给吗 大圣过来 大招开起来 水人要被秒了呀 大圣那个大招 能不能带走对方的穿甲 可以 水人选择了买活 DP开始技能 追再妹 这块无疑也赶到战场 给上诅咒 一个风群 这边诅咒死了 再加一个平A 还可以 哎呦 这个经济差优势实在是太大 他们这个打法我都看不懂了 我去 这个我真的看不懂了已经 完全超出我对游戏的理解了 怪我怪我 我草率了 不是人家在送 只是人家 人家有自信 优势足够大 人家 这波双动龙又是 断开了一架游戏 断开了一架连接 感觉这场比赛就秘密最后的这一波正面团打的确实是有一点 有点忙 是真的有点忙 好 这边两个人都连回了游戏 这秘密打NT打不过呀 这秘密就是被NT打下来的呀 给上一棒子 这里扔一个乒乓球 两个人被对方的冰龙 成龙直接冰抢两个 看一下德鲁伊 上来开始输出 而苏圣这块山上有红枝把河撑出来 那次 扛住了 这里克拉斯又被对方冻了一下 克拉斯的肉山盾现在还有30多秒钟 那打掉的话要交盾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海明一脚 直接把对方的小熊踢出来了 打掉对方的小熊 大胜交掉了肉山盾 然后这根水是波浪形态上来 开始杀 再没得电弓被带走 穿人甲被秒以后选择了买活 再进来找对方开着绿杖的烧弄龙 一个遍体攻击直接收掉 烧弄龙也选择了买活 买活之后选择一波三人开悟 还要再出来荣誉一波 再荣誉一波 马西上来 过肩摔 强杀水人 DP开大 开吸血 开BKB 所有的东西全开起来 德鲁伊的本体并没有什么战斗力 穿着 开始车往回撞一下 DP追死了对方 Boxy的马西 马西选择买活 回来以后再打一波 德鲁伊的本体战斗力实在是太战了 这个德鲁伊被对方的一个平方球定住 Boxy直接被带走 乌一 往回再撤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还差一个门牙塔 可以直接拆基地了 一个冰墙 结住 那马里克特打出了GG 恭喜秘密 2比1战胜了对手 55分钟 好吧 那么这样的话 今天还有一个总决赛 总决赛对战的双方呢 就是秘密对战NT战队 看看总决赛 B5的比赛会打成什么样子 我个人觉得秘密 应该是一点希望都没有的 因为他们现在的体力 已经完完全全被耗光了 他们到现在为止 今天已经足足打了 4个4场比赛 而且4场膀胱局 正常情况下 我估计这个时候打 这个选手都已经累的不行了 好了 那么 这样比赛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带来总决赛 B5的比赛 我估计划 我估计划 我估计划